四年是要怎樣 臨時新聞台北報道 大家看聽一年半的鳥康嵐車 在今天很冷靜 因為今天開始要試英文六天 每一天是開放一萬人 免費來擠 不過頭一天就有很多人來 結果呢 我本事安排說 要來調好買白鴨 所以轉換客客 聽到鳥康嵐試英文 坐免費 頭一天再去到八點 當不可能外面 就很多人在排隊 這個來自身甸的阿伯上打拼 昨天晚上來直接住在朋友家 現在的話 我朋友用車子直接送我來這邊 大概早上到六點五文 就直接到這邊 一問公司安排民眾挑好買白 希望不用外隊 不過酒山路山都要挑 老先生感覺很悔氣 上去抽嘛 下來還要抽嘛 抽兩下 上去一定要抽籃嘛 那為什麼還要抽 8點45分 講一個開門 這大堆人做一個要拿進去 在門口又起衝突 一位有進來好不好 一次一個 一次一個 管理人員都沒有來這邊 幹嘛來的 是不是一個怎麼樣 對啊 這樣也是亂啊 連想要選 市議員的人也來逗留了 馬一九先當 馬一九先當 去當白老鼠 去當白老鼠 已經清白了一年多 那現在是不是選舉要到了 他才急著將他復始 心理上有一點害怕啦 但是沒有做也不能說有什麼狀況啦 廟坑流浪的安全問題 讓路客很擔心 尤其境界有問題的電挑的時 是還會比較煩惱 這個順序 順序這個鐵塔 在額不放心啦 再起10點38分 前三天開30秒 加在真近就該關問題 連36天市英文 每天再起9點到 會報告點免費開放1萬人 不過這麼多人 要夠市英文敢不出問題 都是接運公司的大口言 米新聞 台北報導